10場必看的精彩對戰組合 世俗賽要來了 想要玩台灣運彩 卻不知道要從哪一場比賽下手嗎? 不用擔心 我們特別為你精選了10場必看的精彩對戰組合 荷蘭對上賽內加油這場比賽 原本預計有兩位利物補的球星 也就是賽內加油的馬內對上荷蘭的范黛克 但隨著馬內受傷確定無緣世界背後 這場對決也隨之無望 不過除此之外 這場比賽是荷蘭繼2014年 巴西世界盃季軍戰之後 時隔8年再次重返世界盃 玉京鄉軍團也期待在首場比賽就開門紅 慶祝自己重返士族舞台 繼2018年的俄羅斯世界盃後 法國與澳洲再次與小組賽首戰交手 上屆冠軍法國 在本屆少了伯格巴、坎特這樣的中場大將 SANFO突破士族冠軍小組賽的魔咒 十多期待 本屆的奪冠大人們巴西 將要在首場比賽面對黑馬賽爾維亞 對巴西來說這是一場應戰 戴維亞在世界盃資格賽中 以六勝二敗的成績小組第一 晉級世界盃會內賽 還將C羅帶領的葡萄牙提進附加賽 而巴西將要在本屆世界盃尋求自2002年以後的第一座世界盃 也是球迷可以關注的焦點 2010年南非世界盃冠軍西班牙 2014年巴西世界盃冠軍德國 本次都分在一組 將在小組賽的第二場就碰頭 本次交手也是雙方在世界盃史上的第三次交手 德國今年誓言捲土重來 要洗刷上屆在小組賽就淘汰的恥辱 葡萄牙的C羅還有烏拉圭的卡瓦尼 兩位籌心都有可能是最後一次參與世界盃 兩人將在首場小組賽就碰頭 這場比賽也關乎到H組的晉級狀況相當關鍵 就看兩位前鋒能否在普遍較為保守的國際賽場上 上演一場進攻大戰 四足配運彩 看球更精彩 馬運彩 唯一支持 台灣運彩